欢迎收看2019年5月2日 汉天卫视晚间新闻 我是赵紫彤 首先来看美国国内消息 美国佛罗里达州众议院 在昨天通过一项新的法案 该法案将允许教师在教室内配枪 目的在于防止下一个类似 帕克兰校园枪击案的残局发生 但这一提议在国内仍然存在不少争议 美国佛罗里达州昨天通过一项法案 允许教师在客室内配枪 目的是为了防止再次发生 类似帕克兰高宗枪击案的残局 目前只待共和党籍州长签署法案 便会正式成为法律 佛罗参议院上周以22票赞成 17票反对通过此法案 其后 该州众议院在两天内 经过数小时讨论后 于昨天以65票 对47票通过新法案 当地预计 该州的共和党籍州长会签署法案 使其成为正式法律 法案让参与自愿计划的学区 其任教的教师通过144小时训练课程后 允许他们持枪进入课室 佛州众院议长发言人表示 目前佛州67县中的40个县 有教职员加入自愿计划或参与训练课程 路透社报道指 推动法案成立的原因是2018年2月14日 在帕克兰高中发生的枪击案 事发后 佛州开始加紧立法 要求在每个校区 至少安排一名枪配职工或执法人员 同时规定 购枪手续包括三天等待期 购枪年龄限制由18岁提高至21岁 为此项法律 仍禁止在教室内配枪 这次法案支持者认为 执法人员来不及反应 反对者则提出 无法保证教师不会在紧急情况下开锁枪 也难以保证 不会误当持枪教师 为袭击者 汉天卫视领中心编译报道 据外媒报道 今天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的太空飞行公司 成功发射了可重复使用的 新谢波德亚轨道火箭 把数十件用于研究微重力的载荷 送到太空边缘 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 此次发射任务从Blue Origin 位于德克萨斯州西部的工厂起飞 该任务也是该公司首次发射 并降落其火箭 此外 火箭还创公司记录 向太空边缘运送了38项研究和开发实验 这是其第11次试飞中 将其亚轨道火箭发送到太空 这是该公司为飞行乘客 准备车辆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在这次发射中将不会有任何人类骑手 但该车辆将携带数十个研究有效载荷到太空边缘 然后返回给NASA和其他组织 新谢波德火箭将该公司的太空舱 推向海拔346406英尺的高空 这超过100公里 初步数据显示 火箭上升时速度接近3马赫 几乎是升速的3倍 发射任务超过了10分钟 贝索斯近20年前创立的Blue Origin 正在为该公司的太空旅游业务 开发新谢波德火箭系统 6名乘客将越过太空边缘 在返回地球之前 它们将在临重力下漂浮 太空舱拥有巨大的窗户 可以在太空为乘客提供广阔的地球景观 新谢波德系统已登上太空的第一个美国人 艾伦谢波德命名 由Blue Origin重复使用 可重复使用性是 Blue Origin将太空旅游双液化的关键部分 和SpaceX的炼鹰9号火箭系统类似 新谢波德的助推器 在火箭的底部也是最大部分 垂直发射并垂直降落 根据Blue Origin的说法 这枚火箭应该会在今年某个时候飞行 但到目前为止 还不清楚具体的时间 汉天卫视李中心编译报道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委内瑞拉在位总统马杜罗 周三在部队军官和情志人员的陪同下 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忠诚和服从的武装部队成功挫败了 自任临时总统 刮伊多发动的争辩 在刮伊多号召支持者为推翻马杜罗最后一搏之后 抗议者与武装部队周二发生冲突 周四这位反对派领导人呼吁全国各地进行总罢工 展示反抗马杜罗的实力 周二 刮伊多在委内瑞拉卡洛塔空军基地宣布驱逐马杜罗已到最后阶段 随后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据报道 示威者试图拆除路障 当地人权组织说 一名抗议者在骚乱中死亡 至少有27人受伤 周三 因为国民警卫部队使用了催泪弹 首都加拉加斯的大部分抗议活动都被驱散 当天马杜罗和刮伊多双方都在加拉加斯举行了集会 两人互相指责对方发动政变 马杜罗说 刮伊多的行为不会逍遥法外 刮伊多则警告说 马杜罗政权企图加强镇压 企图迫害我并发动政变 与此同时 委内瑞拉危机中的其他参与方 美国和俄罗斯也互相指责 美国指责俄罗斯破坏稳定局势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 莫斯科方面已经和马杜罗商讨逃亡事宜 俄罗斯方面则指责美国公然违反国际法介入干预 称其干涉是破坏性的 蓬佩奥称美国希望委内瑞拉政权和平转移 但也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做好了更多的准备 在接受采访时 他说川普总统的态度非常明确 并且言行一致 如果必须采取军事行动 美国也亦不容辞 汉天卫视高宁编译报道 当地时间5月2日 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 在伦敦的一处监狱通过视频 出席了法院的一场听证会 这是关于是否将其引渡美国 接受起诉的一场初步听证会 据纽约时报当地时间5月2日报道 当天阿桑奇在伦敦的一处监狱通过视频 出席了法院的一场听证会 这是关于是否将其引渡美国 接受起诉的初步听证会 前一天 伦敦法院以阿桑奇违反保释条件 对其判处50周监禁 据了解周四的听证会 只持续了几分钟 当法官问阿桑奇 是否愿意被引渡时 阿桑奇说 我不希望因为从事新闻工作而被引渡 这赢得了许许多多奖项 影响了很多人 在听证会举行的同时 大量活动人士聚集在法院之外 抗议引渡阿桑奇 他们挥舞着写有 释放朱利安阿桑奇和 难道这就是让我们都闭嘴吗的牌子 要求释放阿桑奇 听证会结束后 阿桑奇的律师 詹尼弗·罗宾逊 面对媒体进行了发言 称美国的指控将给调查线新闻 带来巨大的含义 他认为阿桑奇的所谓不是泄密 而是新闻自由 没有哪个民主国家会这样迫害一名记者 按英国2003年引渡法的规定 如果法官判定引渡阿桑奇的 所有法律障碍都可以排除 并且不违反1998年人权法 则必须判决执行引渡请求 国务大臣签署执行引渡的命令后 除非被请求人提出上诉 引渡必须在28天内执行 朱利安·阿桑奇现年47岁 2010年他创建的维基解密网站 公布了大量涉及阿富汗战争 和伊拉克战争的秘密文件 让美国的国际声誉大大受损 2012年开始 阿桑奇在厄瓜多尔 驻英国伦敦大使馆 接受政治庇护 今年4月11日 厄瓜多尔总统突然宣布撤回庇护 阿桑奇被英国警方在使馆逮捕 针对美国引渡阿桑奇的 下一场听证会定于5月30日举行 预计将是一场 旷日持久的艰难战役 安定卫士高宁编译报道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